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叹 禽肉不敢吃 猪肉不敢吃 现在连鱼虾也不敢吃了 还能吃什么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在众多大陆网友和律师声援的情况下 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已经在今天凌晨被江苏尽将当局提前解除拘留 大陆迄今已有16例H7N9禽流感确诊病人 其中两名患者因为支付不起医药费而面临破产危机 德国之声报道 南京一名女性患者表示 从入院至今已经花掉家中人民币10万元的积蓄 现在只能靠民众捐钱致币寻求政府协助却不得其门而入 新唐人亚的电视真理报道